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故顺言 那我是中午的时候 这个TVBS的主持人钱子啊 钱宜君啊 他赖我 他赖我 他跟我讲的 中午的时候 我在直播的时候 他赖我跟我讲的 我中午的时候才知道 那本来TVBS他们这个 你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这个顺序我来念一下 他们之前的时间是1月16 3月3号5月18 6月16 所以呢 本来T台他们预定的 这个2024中大选民调 是在国民党的全代会之前 也就是这个 那是第一标给我 第一标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一标的阶段去了 那个 也就是说 本来他是7月23之前 就是这个礼拜 好 所以我本来是以为他 今天或是昨天就会 这个公布 因为国民党的全代会是7月23嘛 那今天是7月21嘛 我本来以为他 这两天就会公布的 结果没想到TVBS民调中心 他们这个 临时决定 把他们民调的时间 我的侧面了解是 延到国民党全代会之后 那国民党全代会之后 就是下个礼拜啦 那是下个礼拜 其实哪一个时间点做民调 其实他还是会有 会有影响的 民意调查的时间 其实是一门学问 但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假民调 实在是太多了 也发人问津 那比如说 以前 以前的民调 礼拜六跟礼拜天是不做的 为什么礼拜六跟礼拜天不做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很多人都不在家 跑出去玩 所以以前的这个 业界的惯例 六日是不做民调的 因为不准 大家 就在家的 因为你是打室内电话 你打去没有人 大家就出去玩 或者什么的 就是这个 这个聚访率 这个 这个特别的高 所以以前六日是不做民调的 那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7月23是国民党的全代会 那你当天的新闻发酵 第二天的日报出来 然后政论节目的讨论 你这个东西的发酵 应该要到礼拜 我觉得到礼拜二 可能比较完整 那假设你 7月23号 当天就做民调 假设当天就做民调 有些人不知道 好像各位这么关心 政治议题的人 有啊 我知道7月23是全代 但是我跟你讲 绝大部分的人 是不知道7月23开全代会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是说 以100%来讲的话 知道 后天今天礼拜五 后天就是7月23 国民党开全代会的人 我认为100%里面 恐怕只有5 6% 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 国民党开全代会 干我什么事 绝大部分人是不晓得的 好 那你天天收听 《非烈晚餐》 然后看我的直播 哦 你可能知道 可是 我是要跟你讲 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 大部分的人是不关心的 他不关心国民党开全代会 全代会是什么东西 可以吃吗 大部分的人不是不晓得的 好不好 所以你要等到说 这个全代会开完 然后大家有这个 呃 这个时间发酵 我觉得可能要到礼拜二 去做民调 可能都还比较 比较 比较 就是你要让新闻出来 所以你看像这个5月17 侯友宜获得征召 T台5月18就做民调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是草率的 为什么 你5月17 征召侯友宜 谁知道 不知道 谁会知道 谁会跟我一样 这样每天盯着网络新闻看 很少 因为我是工作必要 不然我一直盯着这个新闻看 干嘛 对不对 那各位会收听 收看我们节目的人就是 你是比较关心这个人 你才会看啊 我刚刚说 7月23 国民党开全代会 可能只有5%或6%的人知道 我都觉得我可能高估了 因为真的 真的关心 真的知道的人 很少很少 那个跟绝大部分老百姓 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 当然等到T台 如果说下个礼拜 或是最晚下下礼拜 他把这个民调做出来 我为什么下标题说逃过一级 我跟大家做解释 我认为这个 如果是这个礼拜做 然后这个礼拜公布的话 我认为何伟宜他还是第三名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 恐怕他这个23% 因为T台他6月做的 何伟宜的民调到了23% 那我觉得他可能连20%都守不住 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主观的判断 就是我认为他是第三名 而且恐怕连20%都守不住 那现在挪到这个全代会之后再做呢 那个最对侯宜来讲 当然是我认为是有利有弊 譬如说利多出境 全代会利多出境 如果后宜还是老三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怎么说呢 因为礼拜天就是7月23的这个套路 我也可以先跟大家讲 那就是国民党的这个 所有被提名的立委 党代表中常委那就不论了 那个那是一定会来的 我说国民党全国各县市 因为你知道我们立委有113席 扣掉34席的部分区 还有79席 79席里面有6区 6席是原住民的立委 3D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有6席是原住民的立委 那还有73席是一般的区立立委 所以夯不当当算一算国民党 当然有些选区还在这个斟酌 譬如说这样终胜万华 等等等等 国民党其他的选区 包括民进党一样 因为我跟各位讲 中选会的登记是11月20号 你没有听错 11月20号 还很久啊 所以 我的意思说 恐怕蓝绿包括白 他们的立委都 也还没有全部都到位了 那我们讲重点就是说 国民党礼拜天要上演 给你看的一出戏 就是全党上下团结一致 不分彼此 不分什么派系的 各种什么地方的 什么都不管了 也不管什么韩粉什么粉的 他们都不管了 那会在新北市的这个板桥 这个也就是四年前 全代会的同一地点 这个上一出戏给你看 就是国民党 非常的团结 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然后党主席朱立伦 立任的这个党主席 包括马英九 吴敦义 朱朱姐 郝龙斌 韩国瑜 韩国瑜会去 就是说 立任的党主席 跟这些国民党的大咖 重量级的人 我不晓得王金明会不会去 这个不晓得 这个也不重要 反正就是说 国民党你叫得出名号的 绝大部分都会出现在 这个七月二十三的国民党 全代 营造这个全党 这个万众一心的这个假象 他当然是一个假象 那我比较怀疑的说 因为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就是利多 利多 从五月十七征召以后 就是各种的这个 利利大大 大家的勾心斗角 郭台铭的这个果冻之乱 郭台铭实在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综合下来 就他变得是利多出境 因为韩国瑜会去站台 韩国瑜会帮 侯友宜还有其他的立委候选人加油 然后国民党的这些 大佬级的人物 然后全党这样子的这个大造势 在利多出境 这我说如果下个礼拜 或是下个礼拜 TPP公布民调 假设侯友宜 还是第三名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各位听众看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在全代会之前 没有公布民调 对侯友宜是好事 乍看之下 他很像是逃过一劫 对不对 那如果现在公布是第三名 很难看 会有党代表拿来做文章 你看你看 那个陈辉文最相信的 TPPS民调 侯友宜又第三名了 你看连20%都没守住 这怎么办呢 赶快换侯 可能会让人家有做文章的机会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 你要想说 他是利弊得失是相对的 我问你 如果下个礼拜 或是下下礼拜 全代会的利多出尽了 全代会的团结戏码演完了 然后很不礼貌的 TPPS的民调做出来 假设侯友宜还是第三 那怎么办呢 韩国瑜去站台了 马英九他们都帮你加油了 国民党这些大佬都帮你背书了 全党都上下都挺你了 结果你还是第三 那怎么办呢 那不是更惨吗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比较好 你以为是逃过一劫 那利多出尽之后 因为我认为说韩国瑜他去出席全代会 包括金小刀的操盘 我不认为这个对侯宜的民调会有什么 你说逆转或是说什么拉抬 我不认为 为什么 因为你看 这个也是我们媒体的特性 其实对金浮冲最捧场的是联合报 没有人在称赞金小刀 联合报时不时的该说不说的写个特稿去吹捧 金小刀出窍 金小刀去拆弹什么的 联合报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呢 因为金浮冲根本不是候选人 他不是候选人 而且前几天不是有些三姑六婆在吵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马英九跟金浮冲的关系吗 当年的金小刀之所以会让人家敬畏 是因为他后面有马英九 不是金小刀的什么神功盖世 那是骗人的 是因为他后面有一个 马英九在那里 所以金小刀大家才会 即使对他再怎么样 也会让他三分 现在站在金小刀后面的是侯侯仪 没有人会理他 礼貌上你来拜会请你吃个饭 大家场面做一下也就这样子的 现在的金小刀跟当年的金小刀 一样实不我语 我们先进广告来 飞丽本餐 我是陈辉文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人在江湖飘 谁能不哀悼 还有人说 这个老乡见老乡 背后开一枪 很多俗话 这个邂逅语 老乡见老乡 背后开一枪 这个人在江湖飘 谁能不哀悼 因为 其实你在政坛打滚 或是像我们这种 每天 这个讲来讲去的 你多多少少会得罪人 那像我自己个性使然 这个 得罪人也很多 这个也不在话下 我讲韩国语 我不是很理解说 到底韩国语跟联合报的恩怨 我真的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我就讲 就是不知道 那很多对韩国语 这个很奇怪的地方 这不是从现在开始 从2019年就开始 从2019年韩国语选通的时候 联合报对韩国语 就很不友善 那时候我们有四大报 中时联合自由苹果 苹果因为反送中的事情 毛起来 苹果已经没有钱了 每个礼拜做民调修理韩国语 这个苹果日报就是黎智英 黎智英 他现在关在香港的监狱 我也不晓得该讲什么 他应该听不到我的广播 但是我很遗憾的是 黎智英 你这么修理韩国语 这么挺蔡英文 蔡英文帮了你什么 蔡英文帮了你什么 你带领的香港民主派 跟北京对着干 你得到了什么 你们有勇无谋 其实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赵烧康讲的 因为赵先生跟黎智英是有私交的 赵先生那时候就很急 你知道就说那时候香港反送中 赵烧康多次的讲说 那你们到底要什么 你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上街闹 汽油弹 跟警察推打 什么的 大家各种的争议 什么的 什么烧来烧去 什么骂来骂去 打来打去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赵烧康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你们到底要什么 他们那时候香港的民主派说 要叫懒炒 懒 就是懒在一起 然后炒就是那个 炒菜的那个 懒炒 意思就是要同归于尽 北京跟你同归于尽 你在想什么 北京会跟你同归于尽 你在干嘛 就真的不晓得 那黎智英这样子搞一搞去 那你又得到什么呢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走 这种对着干的 我们没有要投降 但是不能对着干 对着干 你有什么筹码跟他对着干 后来香港民主派的大律师 我之前在节目中 这个香港的大律师 他在香港 因为那时候香港已经开始实施国安法 已经来不及了 他说我们严重的误判 我们以为抗争 北京会让步 你是在嘻笑 北京会让步 大律师 香港的大律师说 我们以为这样子他会让步 你是在嘻笑 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要去走香港的老路 没有要投降 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对着干 我们要有谈判的技巧跟策略 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美国的怂恿之下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就去干 去中火 去跟警察推打什么的 然后黎智英的苹果日报 就在那边推破助澜 啊怎么样 结果是怎么样 千万不要去走香港 我同情香港 香港今天变成这样子 不是我所愿 可是不是我造成的 那些非常无耻 说在称香港的 像蔡英文 陈其迈之流的 你们很可耻 不谈这个了 那我刚讲说 当时韩国瑜选总统 2019年 非常的辛苦 被苹果日报修理 被自由时报修理 那就不再话下 自由时报一定是修理你的 对不对 自由时报是支持蔡英文的 在他要讲嘛 四大报 被苹果日报修理 被自由时报修理 连联合报都不放过他 当然中国时报是支持韩国瑜的 这个没话讲 联合报 那写稿 治理行间这样酸一句 骂一句这样太很高兴 我真的是 联合报这几年的表现 真的是差太多了 一代不如一代 越来越难看 这是我给联合报的评价 我看了这几十年的联合报 越来越难看 悲哀 我念给你听 这联合报今天写的 他说全代会之前 国民党各种换猴的杂音 暗注不发 应该是不会有人造反的 党中央都去排解的 然后呢 国民党中央跟侯尔宇的进办 全力营造团结的氛围 据了解 对国民党总统选情低迷 以及非律整合充满焦虑感的 泛兰支持者 已经把焦点集中在韩国瑜身上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你对国民党的总统选情低迷 对泛律的整合充满焦虑感 那你的焦点 怎么在韩国瑜身上呢 韩国瑜是个拉拉队 他是一届平民 他就是一个 这个国民党的中评委 他没有 国民党中评委不值钱 他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党职 韩国瑜无关一身亲 那焦点怎么在韩国瑜身上呢 你国民党的总统选情低迷 是韩国瑜害的吗 你国民党的总统选情低迷 韩国瑜救得起来吗 他救不起来 我觉得有些人对韩国瑜 有错误的期待说 韩国瑜去帮 韩国瑜权利 然后韩国瑜民调就 不会啦 不会啦 你相信我一次不会 韩国瑜去 是展现他对国民党的爱 他放下 韩国瑜四年前 对他的不礼貌 他算了 他从大我的角度出发 他是一个拉拉队啊 那韩国瑜 他都已经自己 把自己定位拉拉 定位为拉拉队 那韩国瑜怎么可能会是焦点呢 那对范律整合充满焦虑的朋友 你们怎么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个 寄托在韩国瑜身上 怎么可能范律整合去靠他呢 秋毅啊 我跟你讲呢 我念在以前的交情上 我不要用太出笔的话骂他 说叫韩国瑜去整合 秋毅 我不晓得你有沒有再争取不分区 我希望你失败 因为我也不觉得你适合当不分区 我真的不适合秋毅 秋毅上次争取不分区被人家骂死了 他还兴致勃勃 莫名其妙 我就不谈他个人 他的建议是说 让韩国瑜去整合 整合侯尔友宜 柯文哲跟郭台铭 你在想什么呢 特别一个莫名其妙的媒体 叫做风颤传媒啊 我这两天一直在打听 这不知道谁 从来没听过的媒体 叫风颤传媒 除了做莫名其妙的民调 被人家骂之外 我就不笑他了 最近的传言是韩国瑜建议非绿联盟再办一次初选 谁讲的 这几天还有一个新闻说 韩兵要争取不分区 韩兵什么时候说要争取不分区啊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假新闻环绕着我们呢 韩兵争取不分区 韩半已经发声明说没有啊 我们没有要争取不分区啊 本来国民党台北市长不是说你去选中正万华 韩兵考虑之后说这个还是婉拒啦 谢谢啦 就我不 那他不选中正万华之后就说 他去争取不分区 没有啊 他哪有说他争取不分区 大家都是以而传而啊 好那现在又讲说韩国瑜这个建议 非律联盟再办一次初选 韩国瑜什么时候讲的 韩国瑜本人讲的吗 还是韩国瑜的官方脸书讲的 还是王浅秋转述的 因为王浅秋是韩国瑜以前的新闻局长 泰贤是韩国瑜的学生啊 他跟韩很好啊 王浅秋有讲吗 没有啊 韩国瑜的脸书有写吗 没有啊 韩国瑜有亲自出来讲吗 也没有啊 那为什么记者可以这样乱写呢 你凭什么乱写新闻 你是什么记者啊 可以用瞎掰的啊 是不是有不肖的国民党立委 假借韩国瑜的名义去放话 我举个例子 我请大家想一想 在2021还是2022 我忘了确切的时间点 我讲一段故事 你很快就可以remind recall这个事情 我刚在T台本来要讲 我来想想算了 因为那个跳痛 跳得有点远没有关系 我们有非得晚餐可以讲 来来来来 我考大家 我不知道答案了 我那时候就问过了 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记住的人了 只要问不出来 我就很难过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不合理不合逻辑 我讲我的这个之前 无解的问题啊 问大家 我没有答案了 我先讲我没有答案了 你不要来后援兄 你要卖关子 我如果知道答案我就讲了 我如果知道答案 我为什么不跟你讲呢 说不定我今天晚上就死了 难道还要我脱梦给你吗 我知道的我就讲了了 好不好 我干嘛下个礼拜建立吗 好的 你以为下个礼拜我一定会来 下个礼拜如果我有来 那表示我们还有那个缘分 那你觉得你下个礼拜一定会来吗 好了 我也不要触你眉头 希望大家都来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人生是一期一会 大家不要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我跟你讲 你记不记得 有一段时间 好几个媒体 吃错药的在推一个人选高雄市长 我用吃错药来形容是客气的 那根本是莫名其妙 怎么个莫名其妙 他们就突然突然造神 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高雄市长呢 应该由高金树梅去选 我就不太懂 为什么是高金树梅去选高雄市长 为什么 他是高雄人吗 还是他跟高雄什么远远还是什么的 我完全 完全没信 我完全看不懂 然后就好几家新闻台 好几家直播 就 好就 就 抓狂似的 不行 每天都要谈 后高金树梅 哦那个怎么样去扫街怎么样 哇这个大家很热情 哦那个反应非常好 硬要拱他你知道吗 就不管你要不要不管你行不行 就是我就是要拱你去选高雄市长就对了 我在旁边看 想说是有什么有是我漏了什么新闻吗 为什么一夕之间啊这个高金树梅变成这个人人暗战人人说好 为什么我不晓得 但是就是有人在后面一直一直鼓吹一直怂恿啊 高金树梅怎么样去高雄怎么样 后他怎么样这家 哎 约莫吵的一个月有吧 一个多月还至少一个月有 一直吵一直吵 完全看不懂 是不是四大公投那个前后我有点忘啊 确切实点点我有点忘 反正就有吵过一阵子啊 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 你看我每天在电视广播这样跑跑去 我真的看不出来 我真的看不懂说你们一直拱高金树梅 你们有什么毛病吗 你什么毛病 有什么特殊的什么内幕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一直拱一直拱高金树梅 这莫名其妙到几点 没关系啦 这事情过 但是确实有这件事情 那我不是说我对高金树梅员个人有什么好恶不适啊 而是我是要告诉你说 当有人在推的事情就很奇怪 好我们来看这个 继续回到联合报这个特稿 什么东西啊 我按到什么了 来 刚讲说这个焦点放在韩国瑜身上 我是觉得莫名其妙 你看联合报后面写这个 我是看不懂 那因为我看不懂呢 我书念的少 我来问大家 这联合报写的 韩国瑜当天会有什么发言跟动作 已经成为支持者跟韩国瑜自己 未来在大选动向 最后且唯一的机会及演出 他刚前面讲说焦点集中在韩国瑜身上 然后韩国瑜当天会有什么发言动作 已经成为支持者及韩国瑜自己 未来在大选动向最后且唯一的机会及演出 这写什么东西啊 韩国瑜有得罪你吗 你有必要这样这么酸吗 你为什么要写演出呢 韩国瑜是演员吗 那为什么是演出 因为韩国瑜是配角 韩国瑜他是个拉拉队 他全代会会去 已经给国民党跟韩国瑜很大的面子了 他也可以不要去啊 那你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子 你是见不得国民党好 还是见不得韩国瑜好 这焦点 你焦点就不应该在韩国瑜身上 他不是男主角啊 他四年前是男主角的时候 你联合报是怎么酸他的 尤其是写这篇的记者 你是怎么骂他的啊 他在当男主角的时候 你有帮他吗 没有啊 那他现在是配角的 你干嘛酸他呢 他会是焦点 他为什么是焦点呢 韩国瑜在黄复兴参会讲 他说新郎不是我 新郎当然是侯友宜 主角是侯友宜啊 配角是国民党的那些小鸡啊 主角是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配角是国民党那些立委小鸡 韩国瑜他就是个拉拉队 焦点怎么会在他身上呢 那韩国瑜当天的发言 跟动作为什么会变成是他在大选最后且唯一的机会跟演出呢 为什么是最后且唯一为什么 就是韩国瑜参加全代会之后 从今天开始算距离大选还有176天 韩国瑜就可以不用再出来了吗 为什么是最后且唯一呢 你为什么写稿要这样子 到底韩国瑜得罪你什么呢 我看不懂啊 我不解啊 因为我觉得你很奇怪 你很莫名其妙 第一个 我认为韩国瑜在全代会 他是一个配角 他在拉拉队 我刚讲配角是那些立委小鸡 韩国瑜他就是去捧个人场 我认为韩市长如果够有政治之外 他也不应该上台 应该把舞台的美光灯留给侯友宜 跟那些立委候选人 如果韩市长他千冲为怀的话 我连上台都不要 我也不会接受访问 我只会在台下鼓掌 如果朱立伦后侯友宜有点到他 他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这样子 拱拱手谢谢大家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接受访问 你也不要上台致辞 你把舞台让给侯友宜跟那些立委候选人 你人道就好了 我相信韩市长他很有政治智慧 他不会去抢美光灯 他根本也没想选 郑立伦那个 我也不要再批评郑立伦委员了 他已经自己走楼梯下来了 我就不要再骂他了 韩国瑜从来没有想要取而代之 从来没有 他绝对不是朱学恒 去年骂他那个贪心的人 朱学恒 你还欠韩国瑜个道歉 我是不是很早以前就告诉大家 你在2024总统大选的选票 你不会看到韩国瑜的名字 前几天还有人问我说 韩国瑜会不会去当副总统 我说一个选过总统的人 怎么可能去当副总统 他是选过总统的人 好不好 来我们先进广告 贝利文三 我是陈辉文 这个联合报跟韩国瑜的恩怨 我就告一段落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 在酸什么在骂什么 我真的看没有 看不懂 那我对联合报觉得 满满的遗憾 你看你们之前联合报 是怎么舔过台名的 不要这样子的 真的没有必要 好我们来看这个新的题目 这个是赖清德 最近因为前几天的事情 就什么白宫跟中南海的选择 当台湾的总统 能够走进白宫的时候 我们的政治目标就完成了 什么的 那赖清德这个事情 当然侯友宜 柯文哲 连郭台名都不放过 大家能酸的就酸 能骂的就骂 这个跟前几天 7月3号 这也好久了 7月3号 侯友宜在接受赵先生的专访 都提到那个三加一 还有兵役的问题 后来侯友宜跟金小刀 都出来开记者会 兵役的这个争议 民进党也是这样子 落井下石 侯友宜没尝试 侯友宜唱和中共 乱骂一通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总统大选很悲哀的地方 我认为 因为这两件事情跟美国都有关 我不认为这件事情 赖清德跟侯友宜有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一点都没有 赖清德讲的是一个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 就是 有一天我们的总统可以 到白宫去访问 那是不可能 因为老共不可能允许你发生这种事情 不是我要帮老共讲话 是赖清德睁眼说瞎话 你只要 有这个动作 他马上就出手了 各位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会等你 飞到美国要走进白宫的时候 再打你 不会 当你开始起心动力的时候 他马上就动手了 他不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 你连对老共这个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那你去追剧好了 你也不适合看政论节目 怎么可能 这个我们一定要去什么的 我刚刚不是前面跟你讲说 香港跟大陆对着干的结果是什么吗 那为什么还要对着干呢 你以为有美国跟你靠 你就能对着干吗 有美国跟你靠 你对着干一样是输啊 一样是死啊 要发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 两岸的问题终究是要两岸解决的 这样子拖下去 对我们不见得有好处啊 那些 每天在喊维持现状的人 我真的很奇怪 说你们真的了解两岸现在的现状吗 继续两岸这样的现状 我们就是被统一啊 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被统一啊 维持现状是错的 如果1992年 31年前我们就跟大陆谈 我是讲92共识那年 香港会谈那一年 1992年 如果是30年前跟大陆谈 我们的条件有多好 30年前 1992是31年前 31年后 你现在跟大陆谈什么 我们现在的GDP量体升大概5% 整个大陆的5% 以前我们是大陆的45% 我们一个小小的台湾省 是整个大陆GDP的45% 我们45%的时候 我们不谈啊 我们现在剩5% 要谈什么 被人家谈 这个我们改天再谈 侯友宜 侯友宜那个兵衣 很脆弱啊 AIT找一个人来问你 就这样子鸡飞狗跳 就表示你的个色外事务是不行的 还亏金服装 当过什么驻美代表 笑死人啊 但是侯友宜宜宜的事情 民进党跟你们一样骂他啊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错的 当然蓝绿有政治的意识形态 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北京的时候 蓝绿是应该要团结的 当我们在面对华府的时候 蓝绿也应该团结啊 你看美国会怎么想 不过就是一个白宫的随口讲讲的事情 台湾就这样子 自己就内乱起来了 很多人 很开心啊 可以把赖清德骂一顿 你怎么趁这个机会骂赖清德 侯友宜的政治智慧很差 侯友宜你这个时候是应该帮赖清德讲话了 你应该跳出来以总统的高度 你要假装你已经当总统了 你要以总统的高度帮赖清德讲话说 哎呀我看到这个有些媒体对赖清德的攻击 我觉得言过其实啊 赖清德讲到说什么走进白宫 那个是独派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呢 我们不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攻击民进党 或者去批评赖清德副总统 赖清德主席 或是赖清德候选人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人听不懂对不对 为什么侯友宜要帮赖清德讲话 如果侯友宜帮赖清德讲话得分的是谁 动动脑啦动动脑 不要每天在那边打来打去 你动动脑嘛 我说白宫这个事情 是侯友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展现你总统高度的机会 措辞上可以再研究要怎么讲比较好 但是你帮赖清德讲话 你没有落井下石 你没有见缝插针 中间选民会看啊 哎呀国民党的侯友宜 怎么去帮民进党的赖清德 赖清德民调不是比他高吗 为什么侯友宜帮他讲话 为什么柯文哲跟郭台铭都在骂赖清德 侯友宜不但没有骂赖清德 侯友宜还帮赖清德换夹 这样侯友宜看起来好像总统 侯友宜比较像总统 他没有这个建立欣喜 他没有落井下石 他反而帮赖清德讲话 面对美国的干预的时候 侯友宜他展现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样子 你要很有魄力的告诉美国 这个是我们的选举 赖清德有什么意见 或我对兵役有什么意见 美国你可以关心 但是你不能干预 美国要维持的是美国的利益 但是美国的利益不见得符合我们的利益 我们国家有我们自己国家的立场 有我们国家的利益 我们不能凡事都听美国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凡事都听北京的 当然是如此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筹码 所以侯友宜你要论述的是 蔡总统的路线 你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美国 一定是错的 你也不能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大陆 那马英九总统那八年 他有没有全部压在大陆 没有 马英九那八年 马英九本人包括当时的国民党 跟美国也非常好 当然也跟美国当年的总统比较 美国那时候是非常好的总统 叫做欧巴马 那如果像川普跟拜登这两个货 恐怕马英九当总统也 我跟你讲实话是这样 因为马英九那时候很幸运的 他遇到的美国总统是欧巴马 欧巴马是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最好的总统 你可以去问亮哥 去问赖月谦 问杨永明 问介大使看我讲的对不对 这几十年来美国最好的总统是欧巴马 那你说在这种事情上面 看蓝绿这样 因为我觉得很悲哀啦 就是第一个突出的是侯尾的兵役嘛 侯尾的兵役 大家就骂他笑他 然后侯尾就 连续这样开记者会这样解释 我都觉得疲于奔命 很可怜啦 赖清德这个白宫的事情 这有怎么样吗 各位听到没有 白宫在美国 是美国的总统府 我们台湾的总统要走进白宫 要谁同意 当然是要美国同意啊 那赖清德跟一些独派 本土社团的团体 讲一些这种话 有什么 他做不到啦 他怎么可能说 来来来 阿志给我那个 那个馆长那个 那个报纸那个 这个我们 我觉得很悲哀啦 就不应该这个 这个选举 选到乱七八糟 这个就很遗憾啦 好 来 这个我们昨天啊 跟大家提到菲律大联盟 那那个 大家网路投票数字没有关系 就是大家参考 那菲律大联盟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我利用短短的时间 讲讲我的看法 给大家参考 你看到画面上 自由时报的读者投诉 针对这个馆长 公审女学生的部分 有自由时报的读者表示意见 就觉得馆长不应该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的问题说 菲律大联盟 是不是什么都可以 就只要我是菲律大联盟 我要下架民进党 我性别歧视也没关系 柯文哲就是标准的性别歧视啊 就是我不要说你是国民党的 知识者或讲 我说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你能接受性别歧视吗 就你能接受柯文哲这种粗比的言论吗 年轻的朋友你们真的看得下去 我不是要批评年轻的说 当你了解说这么多粗鲁的话 包括有你还记得吗 那个学姐啊 那时候柯文哲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 我是真的记不得了 他说什么 可以抽奖还是什么的 可以跟学姐吃饭 你还记得吗 那我想请问柯文哲 学姐在你心目中是什么 是个工具咯 我如果达到什么多少的点阅 或者是什么的 我就可以跟学姐吃饭 那学姐是什么 他是你的工具 还是你的什么机器 还是什么的 为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就可以跟学姐 那你把学姐当什么 很悲哀啊 那我不要骂学姐 我说柯文哲这种人 然后你们支持他 那我菲律大联盟啊 那菲律大联盟有黄国昌 黄国昌你可以吗 我想请问中国时报 黄国昌你真的可以吗 那天馆长啊 我平常是没有在看他的节目 我就跟你讲 我不是要称他 我要剪他的袋子 我很痛苦啊 他讲什么 馆长啊 我当年你知道我阿管是怎么红的吗 我当年我发动媒体战争 你发动媒体战争 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发动媒体战争 馆长你发动什么媒体战争 我怎么都不知道 他讲的就是 他跟黄国昌当年那个反红媒 他很自豪 我发动媒体战争 你中了 媒体战争 那我就请问中国时报 我就请问中天 黄国昌你可以吗 还是你要告诉我说 我进气前前 那你进气前前 反他反红媒不是反我 是反你们旺中又不是反我 干什么事啊 对不对 你吞了 那馆长你可以吗 馆长我是不行啊 那馆长你要支持柯文哲 I don't care 我没有意见的 你支持柯文哲 我尊重你啊 黄伟翰也支持柯文哲 我都尊重啊 你们要支持柯文哲的 你们要帮柯文哲拉票的 你们要投柯文哲的 我都尊重啊 我现在讲这是非力大联盟 你真的可以吗 那是不是说 有的非力大联盟 国民党就什么都不用改了啊 我也很想问韩国瑜 你一直说国民党要改革 请问韩国瑜 从你2020败选到现在 快四年了 国民党改了什么 朱立伦江启成 你们两个党主席出来讲啊 韩国瑜是上一届的总统候选人 他败选之后 党主席吴敦义也跟着辞 接党主席的是江启成 后来变朱立伦 四年 2020到现在算四年了 那国民党改了什么 国民党就说非力大联盟 我们要下架民进党 所以不改革也没关系 黑金也没关系 性别歧视也无所谓 只要我要下架民进党 最崇高的目标 最高指导原则 任何事情遇到这个事情都得闪边 就一定要下架这个 民进党 很像下架民进党的国家就 一切就 什么事情都迎刃而解 是这样子吗 这给我下一个标 何友宜 馆长工审女学生 我是没有 今天何友宜是去接受 董哥的这个专访 没有关系 我只想隔空问何友宜 你要深远馆长 还是深远这个女学生 没关系 各位听众朋友 菲律大联盟 还会吵好几个月 好不好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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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